台东县平均一年通报有4600件各类保护性的案件 包括了家庭暴力、儿校保护、性侵等 为了避免相关事件当事人因为资源不足或法律知识匮乏 造成权益受审 台东县社会处与法福基金会合作 设置了法律咨询注点 3月2号起每个星期二下午免费为民众来服务 据统计台东县一年平均接获约4600件保护性案件通报 包含家庭暴力、儿校保护、性侵害等类型 然而许多事件当事人因为资源不足或缺乏法律知识 在面对纠纷时常面临权益受损 为此台东县社会处结合法福基金会 设置法律服务注点提供民众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对于他未来如果想要在司法 或者是想要在一些调解的部分 有一些问题 那因为一般他如果要去找律师的话 可能也不知道有哪里可以找或者需要付费 我是觉得如果提供这块资讯是蛮好的 让一些父母们能够有诉说的地方 台东县社会处法律咨询服务 主要协助家庭暴力、家庭事件 以及劳动、生长事件当事人 厘清法律问题及整合资源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不仅能够提升法律问题咨询的可净性 同时也能及时导入社政及劳政服务 跟律师咨询的过程里面 如果律师发现他有一些需要我们协助的部分 我们马上就会有相关人员可以接手 去提供他相关的资源跟服务 社会处法律咨询服务将从3月2号起 每周二下午2点到5点 在社会处注点 服务将采预约至有需要的民众 可多加利用维护资深权益 记得下期台东市报道